那两场比赛首发了一场 另外一场是坐在替补席上 哨声吹响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3主场联赛第六轮 上海港主场对阵青岛海牛的较量 画面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上海港 青岛海牛今天穿着白色的比赛服 这场比赛由王宇来陪大家一起观看 好球 王神超找卡龙 再给卡龙 卡龙摆脱了 卡龙要传中吗 扣得漂亮 扣回来再往进去里走 很聪明 卡龙这次传中 穆棚飞没有够找 但是进去前还有奥斯卡 奥斯卡可以射门 奥斯卡打门 穆棚飞把球抱住了 包括今天比赛之前张卫也是发文感慨 这十年过得真的挺快的 看看乌磊这次跑位 转身直接射门了 好球倒三角 但是还是被奥斯卡这边盯防的沦威 破坏了一脚远射 脱手了 乌磊第二脚补射也没打进 这是一个角球 这并没有越位 落点还是非常好 后点又顶到了 一个立柱 乌磊绕到后点完全没有人管 他是从中路借队友的掩护 起点不错 但是巴尔加斯 二点还有乌磊 又有脱手 门前再补 补不上了 一片混乱当中 球崩出来 康瓜 塔贝克在前面 康瓜 哎呦 这个康瓜呀 这脚球传得怎么样 还行 塔贝克能不能捅一脚 塔贝克一对一 面对李帅 李帅推进进区 塔贝克可以射门了 左脚打门 外脚背 马基江 这球传得不错 卡龙 卡龙捅一下 挑到门前 卡龙这个球是要射门 还是要传给乌磊 乌磊坐回来 奥斯卡 没有射门 奥斯卡缓开一个角度 打门 稍微高了一些 把球打到进区也没问题 但是进区里头 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这小球踢刺了 示意对方在身后推他 然后成都中成和山东泰山 各进一个 乌磊打门 这球又歪了 奥斯卡 奥斯卡进区线上 推给李帅 李帅船中门前 强点 这次打进了 后点的王神超 进球 下半场第13分钟 上海港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 今天他们已经获得了 四五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此前一直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就是刚刚所说的 保利尼尔上来搅乱防线 然后给奥斯卡制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中路强点的这一下其实没有打上球 平克吸引了安德里耶维奇的防守 也吸引了青团海牛后点后卫的注意力 区里边有平克 没有直接往里开 发一个战术 奥斯卡进去脚上 可以打完奥斯卡 掉进去 投球 又一个王神超 没开二度了 今天为上海港打破僵局 扩大优势的都是王神超 这个大家想到了吗 哎呦 这个球越位吗 回球的这一下好像是越位了 王神超并不越位 没有问题 萨里奇拖在了球门局线上 看得很清楚 但是保利尼尔回奥斯卡的那一下 是不是越位呢 这个恐怕要化线了 刚刚回放的第一时间看得并不清楚 有效并不越位2比0 上海港两球领先了 慢慢的进进去 萨里奇先传进去 转身好球 打门 球进了 1比2 青团海牛迅速的扳回了一球 没有做太多调整 但是场上的这些球员 打出了一波流畅的配合 几次干净利落的传球 一脚调整 第二脚这一下停 做漂亮 做球的是钟金宝 钟金宝今天这脚助攻 使他来到青团海牛以后最潇洒 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瞬间 把球挺好 脚后跟磕给身后的康瓜 康瓜留下的这个射门任务也很轻松了 奥斯卡右边好 给左边乌磊 乌磊单刀球 乌磊 没射门转一圈还不打吗 推给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射门不太靠谱啊 乌磊这球还不如自己打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的笑声吹响了 上海海港中超联赛第六轮 2比1击败了青团海牛 今天的上海海港 上半场的机会把握做得不太好 好多次很好得分 机会没有把握住 上半场凭借王神超的两次得分 2比0的领先又已经轻松到手 但是随后呢 还是在防线上有一定的漏洞 给了青团海牛发动反扑的机会 青团海牛呢 又是连续第二场比赛 在落后的情况下 追进了比分的劣势 但是始终很可惜 没有能够搬平 没有能够拿到积分